忙碌了一年的蝙蝠侠 会如何度过属于他的圣诞节呢 在接完最后一单打击犯罪任务后 蝙蝠侠打算好好陪伴一下小儿子达米安·韦恩 然而意外发生 蝙蝠侠的飞机出了故障 戈坛士群龙无首 蝙蝠侠的老伙计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年幼的达米安·韦恩在韦恩庄园 将临时接过父亲的衣钵化身为小蝙蝠侠 保卫自己的家和戈坛士 免受罪犯和超级反派的破坏 达米安·韦恩是蝙蝠侠和塔利亚阿尔古尔之子 也是蝙蝠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 他有着高傲自信的性格 精通武术和侦探技巧 曾经是刺客联盟的继承人 后来成为了第五任罗宾 他和蝙蝠侠之间的父子关系 充满了冲突和温情 也是DC粉丝们最喜爱的话题之一 达米安虽然是一个天才少年 但他也有着孤独和寂寞的一面 他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和关爱 也想拥有真正的朋友和家人 在这个圣诞节 他将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 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和他所属的家族 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可爱和幽默的达米安 他不仅要面对各种危险和挑战 还要体验到圣诞节的快乐和温暖 电影《圣诞快乐小蝙蝠侠》 将DC宇宙中的经典元素和圣诞节的主题相结合 打造了一个既有动作又有笑料的故事 电影中不仅有蝙蝠侠的各种装备和道具 还有歌坛式的各种反派角色 例如小丑 企鹅人 急动人等 他们都会给达米安带来不同的麻烦和惊险 我们将看到一个六岁的小达米安·维恩 他如何在没有蝙蝠侠的指导下 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对抗那些想要毁灭圣诞节的坏蛋 也会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BC风格 本片最为强烈的特点 就是其手绘插画质感的画风 无论是蝙蝠侠父子还是超级反派 都被赋予了全新的造型 形象更为夸张 也更具幽默感 因此 这部动画看起来更像是一本 妙趣恒生的童话绘本 相比DC之前的暗黑风格 将更加适合全家人一同观看 电影《圣诞快乐小蝙蝠侠》 将于12月8日上线流媒体 圣诞节的夜晚 全家一同观看这样一部同心俱致 将会是不错的选择